改变桌面背景及解析度 我们在使用一台电脑时 我们最常改变的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桌面的图片 这张桌面已经很漂亮了 可是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需要 你有可能需要改变 那改变的方法 在桌面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更改桌面背景 这时候电脑会跳出一个外观的视窗给你改变 你可以在右边选择你要的图片 如果有你喜欢的直接点选就可以 那这边的图片都不符需求 我自己有图片呢 你可以按加的方式 把自己的桌布加进来 假设这张紫色的我蛮喜欢的 我选择按开启 这时候就被加进来了 那你会发现这张图片比较大 所以他用缩放的方式来跟你处理 那你也可以选择怎么样 各种不一样的有铺牌 铺牌会变成这样 那缩放是我们刚才的 至终 那你可以看各种不一样的调整方式 这种收放 还有一种叫做填满 填满是稍微会变形 但是他这整个画面是满板 所以这边有几个选项你可以去选择 如果图片大小跟你的萤幕尺寸不太一样的时候 那这边是不仅于主题的选择 那我们通常用预设的就好了 那这是启动栏的尺寸 什么叫启动栏 就是这一块dash 之前介绍的 中文我们把它叫做启动栏图示 那目前这么大 如果你觉得太大 你可以缩小 你看得到他这一栏就变小 那你也可以拉回来更大一点 按照自己的需求 那这边有一个预设字给大家 这叫外观 除了在桌面空白的地方按右键改变桌面背景以外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所谓的系统设定值 启动之后 刚才叫做什么 外观 所以这里有外观 这样也可以进来 那我们的系统设定值在这里 那也在右上方的齿轮这个按钮上面 也有一个叫系统设定值 这几个方式都可以达到改变桌面背景的 在外观这都可以达到我们改变桌面背景的效果 再来一个就是萤幕的解析度 那我们目前的萤幕解析度 是设成多少呢 在显示器里面 在所有系统设定值里面的显示器 我们来改变 右上方控制台里面 也有一个系统设定值 那找到显示器 我们就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萤幕解析度 一样你可以调整你需要的大小 像我这颗萤幕最大可以调到1280x1024 如果觉得OK就套用 套用完 觉得不好 像这个太小了 我会回复前一个设定值 这样它会回来 如果觉得OK 那就OK 像我这个如果调整1024 1280x1024的时候 这时候字太小 实在不适合阅读 那我会把它调整1024x768 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那这边有一颗萤幕 假设你有接很多颗萤幕 我们一样可以支援多颗萤幕 或者是单枪 直接可以射 这边有个近色显示器就是两台萤幕显示一样 这个接法有很多 有时候可以自己尝试的去调整一下 那我们设定完就可以了 然后需要套用直接按套用 如果都已经设定完就直接按插插结束 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桌面背景的改变 还有你的解析度的改变 调整自己适合工作的数值或者是大小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